特别名借德国Emma藏蚁赞助这条片 Emma藏蚁有别于其他挂名的外国品牌 真正100%欧洲制造 有100日私训 5盐份可以无条件退货和存额退款 凭着德国的技术 他们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澳洲等地方 赢得30个国际奖项 如果今天下单,最快明天就送到你家 现在用了这个Discount Code还有额外优惠 今次我们还有Giveaway送枕头 想拿就记得看下面info box Hello 大家好,我是Alfred 今天预备去旺角吃牛肉面 之前如果我在YouTube拍牛肉面 或者如果我在Facebook提起牛肉面 都相当多观众会留言说这间店 想我过去试试,口碑是挺好的 这间店的本店在长沙环 但在我们以往的留言 比较多观众就说旺角的分店是好吃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去旺角那间看一看 这间餐厅在女人街近住亚佳老街那边 店面都不算太小,有20多个位 平日下午有午市套餐 跟着饮品和小食 我们加钱选了水蜜桃红茶 和冷冻香片 味道正常,尺寸中等 跟餐便宜便宜的,喝下这些也挺好玩 小食 제選擇了香煎鱿鱿饼饼 份量不错 煎得香口不會油腾腾 这件本身也不是一塊粉 吃到少少的魷魚粒和魷魚味 麻辣湯浸油豆腐 名字真的改得非常貼切 因为湯真的有麻辣味 其他味包括咸味都不太 油豆腐是正常 跟餐小食来说都收货 好了 汽肉牛肉面 这间店铺有点挺有趣 就是它明明是卖台湾牛肉面 但是整间餐厅里里外外 都没有标榜台湾两个字 餐牌里面又有很多港式食品 都挺有性格 说回汤头 喝得出牛骨味 但其他元素 包括很多人说很正的药材味 我就觉得没什么存在感 牛肉餐牌写明是两个 但师傅可能肉切得比较细 快点 就把头头尾尾的位置都放进去 牛腱极可见是超级厚切 炖得够软够入味 好吃 面底有分粗幼 这碗就粗的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廉价和业余 质地很硬 不是未煮透那种硬 是面团没有弹性 没有筋性 没有韧度那种硬 面粉比较廉价 油面醒面的手法比较业余 如果是拿货的话 建议老板换下货 另一碗就叫了半斤半肉面 主要试试它的麻辣汤底 由于它原味的汤 我觉得层次感弱了些 这个加了麻辣 我就觉得好吃些 没那么单调 牛筋也炖得很软 好入味 肉和牛筋也比较很多 食肉瘦对这个份量应该都很满意 这碗我们就试右面 这面就比较软 不是很淡又不是很滑 我觉得一般 但怎样都好吃过刚才那种粗面 接着就试试葱油鸡腿 首先就看下它上面绿色那些 咦?葱花来的 即是装饰品 和味道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着就看下炸红葱酥 不论它的红葱酥是自己炸还是入货 它的作用都是装饰 因为我是吃不出红葱油的香味 事实上这只鸡腿得一种味 就是雪味 除此之外 我连咸味都不太吃到 质地方面 是很硬很粗 那种硬 估计是煮熟之后再拿过去翻热 总之就难吃了 我都没吃完就给钱走了 这么快就吃完饭回家了 那今天这家圆州牛肉面 结果就和我预期有多少出入 这个情况其实都很常见 我本人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自己都说 有时候我去吃一家店 我觉得好吃 然后我拍片说这家好吃 也有不少观众可能去吃完之后 就会反映我 我觉得不太好吃 其实就证明餐厅的水平 就不太稳定 那个品质管理就做得不太好 这个我相信就是为什么 不同的食客 去光顾同一间餐厅 会有不同的体验 的最大原因 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同的食客 那个要求 或者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对于同一间餐厅 那个评价都会不一样 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今天这条影片就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赞好打表情符号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